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特鬼老师说诚信生活第9集 那今天说这本书叫舌尖上的骗局 作者是马克,他是一名美食记者 那这本书其实跟去年大火的新极飞的科技火是相呼应的 同样的日本也是有一本书的叫食品添加剂真相 那开始说这本书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简简单单的去捋一下关系 帮助大家更好去听懂这本书的内容 那么先说三个小故事 就1973年的时候 毕业于日本山口大学化学系的安布斯找了一份工作 在食品添加剂公司去做销售员 安布斯他就感受到了添加利益的魔力 第一个就是饺子皮的加工厂厂长很发愁 因为他的饺子皮总会粘到机器上 剥饺子皮的时候必须挺机 那安布斯就建议他增加乳化剂和增愁多糖 这两种添加剂 增了之后机器就再也没停过 厂长说那个药是真的厉害啊 那么第二个故事呢 面条做个特别好吃的面垫 安布斯就建议老板使用乳化剂 磷酸盐 你不用去学什么手艺 谁都可以轻轻松松做出筋道的面条 再加上啊这种酸味剂啊 还有这种鲜味剂啊 调出这种桶装的高汤 直接兑水就可以做出非常好喝的面汤了 第三个呢就是有一家鱼膏链老板 他的手艺精湛 兢兢业业 但是超市呢嫌他们的鱼膏价格高 要求做特别便宜的产品 安布斯啊就劝老板 用这种冷冻的碎鱼肉 再加上化学调味剂 还有大豆蛋白 以及蛋白水解添加剂 十几种 扎进去之后省省力 还免去了采购鲜鱼 剃骨头的辛苦 当然这位手艺人老板呢 最后还坚持了一下 他认为啊 使用冷冻碎鱼肉 是手艺人的耻辱 那安布斯的一句话呀 自关重要 时代变了 这么辛苦的工作 你儿子是不会继承的 于是啊 那家鱼膏店 就放弃了多年的手艺活 开始制作添加剂鱼膏 当然西方人说的这本书呢 跟安布斯写的那一本书呢 其实方向一样 但是内容啊 打向惊庭了 这本书呢 是讲的添加剂 让人变胖 有山高的故事 那作者一开始就讲了一个 多里多汁的薯片 这个东西呢 其实他就把一个玉米呢 变成一个美味的食品 那他的秘密在哪呢 那就是他容易大家特别上瘾 吃了一口 还想再吃一口 你也停不下来 你说他好吃吧 其实也怪怪的 因为他就只是玉米片而已 那这本书呢 接下来又讨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变胖 是热量的问题吗 其实啊 牙哥不是 一直让我们吃不停的 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主题 那首先就要谈到肥胖的问题 那肥胖问题 其实从1960年以后啊 就越发的严重 啥是1960年呢 因为1960年那个时代 已经有非常多不同的减肥方法 比如说 咱们今天很多人都知道 依靠意志力减肥方法 就是一堆肥胖人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说 我要偷吃饼干 我要吃些什么好 用这种团体在一起的这种减肥方法 帮助减肥 在那时候也就有建议喝口渴了 这种所谓的代糖饮料 还有代糖饮食法 等等 就是现在用过那些东西啊 在几十年前都已经用了个遍 但这些方法呢 有没有用呢 没用 减肥是无效的 那就代表说啊 肥胖其实像一种流行传染病一样 非常可怕 那为什么这些减重都没效呢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所以大家一直就想找出一个凶手跟答案来 那有时有人开始说 那都是糖的问题 吃了太多的这种精致淀粉 米面糖啊 还有的人说 那不是糖的问题 是饱和脂肪的问题 还有的人说是这种糖有混合物的问题 比如说油条啊 饼啊 之类的 那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书啊 大家都知道营养的问题永远不是单一问题造成的 哎 它是这种符合性的复杂的问题 因为咱们本身食物组成就比较复杂 人体啊也是高度复杂的 所以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因果关系也很难有定论 但是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特别胖 那同样这个人啊他就一直想吃 而且一直吃不停 有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作者他也谈到了这是一个欲望跟需求 那为什么会让这些个肥胖人想要一吃就停不下来呢 明明就已经很饱了 就还是想吃 那个念头啊就断不了 那个念头就断不了 所以他就谈到了这种食物的味道 那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都知道 很多食物其实它是有自己味道的 那么味道最鲜明的 就像那个西红柿味道特别好 那到现在你大家也都印象深刻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去到超市里面去买的那种西红柿 其实已经没什么味道了 根本没有一点西红柿的那种酸甜的味道 那代表什么 代表现在的食物的味道还有营养是越来越差了 那相对而言的是另一个成长产业是什么 那就是说有很多添加剂进去的这种假食物的味道出现了 比如说作者说到这个墨西哥的玉米片 其实玉米片 不知道大家去到农村里面去见没见过那种玉米片 我去咬过 跟钢布尔一样硬 特别难吃 干干瘪瘪的 也没什么味道 但是后来呢 有一些科学家发现说 你加一些调油料去烤 它变酥脆了 然后就创造了一个多利多姿薯片 这么一个产品出现 就很赚钱 多利多姿它英文的意思就小片黄金 那么赚多少呢 一年可以赚500亿美金 各位500亿美金 就是那个小小的玉米片 那么美国呢 现在有几十种口味的多利多姿玉米片 其实本质都是玉米片而已 但是加了不同的这种添加剂调味料之后 所以呀 它就有不同食物的一种味道 可是 你肯定会问 相同的味道 相同的食物 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味道发生呢 那是因为在1960年的时候呢 香料的科技呀 很活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那同时间呢 玉米呀 还有土豆的产量也是翻倍的 虽然翻倍 但是这些食物的味道是越来越淡 那么这一消一掌之间 你就有这种新产品的出现 尤其是人工调味的这些零食啊 大量制造出来 那化学 调味品 添加剂的诞生呢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现在的食物啊 越来越没有营养 越来越没有味道 但是人造香料这种科技啊 却越来越发达 到底是人类改变了味道 还是味道改变了人类 而这些调味品 天涯剂 对咱们人究竟有没有伤害呢 那我们接着看下去啊 人到底为什么去吃食物 我相信大家 它一定不是为了营养 因为你说真的 现在人对食物啊 对营养这件事 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更不用说 知道里面还有什么营养好的 那大家都为了什么去吃呢 都是为了这个东西 吃不吃解 好好吃 快不快乐 说到底就是被一个情绪圈动的 因为我们现在追求了一个食物的味道 来表达我们一种情绪 那么现在厂商呢 就用这种玩弄味道的方式 来玩弄什么呢 玩弄我们的心智 比如说书中呢 就讲到一种 一种叫美式辣鸡翅口味的薯片 它里面就有34种原料组合出来 让你吃出一种叫辣鸡翅的感觉 用34种天然气把它拼凑出来 可是你吃到的真的是鸡翅吗 各位不是啊 是玉米片 所以到底是谁在玩弄谁呢 好像是 我们自己在玩弄自己的神经感觉 好像是我们在玩弄自己的味觉 玩弄自己的身体 那接下来继续说书啊 就是说这样子多力多智的效应 结果是什么 就是肥胖大量增加 代谢疾病 能增加 而且是指数级的增长 比如说像三高啊 二星唐老病啊 等等这些问题啊 所以很多食物这种产生啊 都讲未来可能有食物危机 人口快增长 于是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制造更多的这种食品 什么人造肉植物肉 可是各位啊 那根本就不是真的 那就是有些厂家呢 他要赚钱 所以他去研发各种各样的调味食品 我们继续等着看下去啊 后面应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发生 那么特卫老师讲这一集呢 其实也是毛了生命危险啊 不过我还是要把真相讲出来 让大家去了解 然后自己去做选择跟判断 那么作者呢 就谈到这个激素鸡肉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那种老土鸡啊 就吃虫子那种 这些鸡肉吃起来 它那味道真的很香 让你忍不住会多吃几块 那你现在到市场去买这种 大量养殖的这种肉鸡 它都是淡而无味的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可能是啥东西 根本就不像鸡肉 一点鸡肉的味道都没有 为啥是这样呢 其实之前养鸡是什么情况 对吧 就放它到处跑 吃虫子 吃草 吃叶 吃粮子 反正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 所以这些鸡呢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风味 可现在的鸡呢 吃的是什么呢 高筋的鸡料 换句话讲 这些鸡也在吃加工食品 而且还会放入各种各种天下剂 让这些剂呢 长得又快又大 那么这里又有个故事啊 给大家做一下分享啊 书里面讲了 1918年 美国就已经举办了一个养鸡大赛 看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用最少的食料 养出最肥最大的鸡 它就是冠军啊 所以 所以人类一直在鼓励的方向 就是养的又快又大 所以美国有个鸡博士啊 叫保罗西格尔 他用人工混种的方式 用35天就养出一只巨大的鸡 而且食料 只要原来的三分之一 所以各位啊就不要再误会啊 这个鸡啊 它其实是不打荷尔蒙的 也不打鸡术的 那么它是在育种这个阶段呢 就去培育一种新的品种 而且用饰料 用这两种方法 你就可以养出又快又大的鸡 但是各位注意啊 这个鸡呢 它还是小鸡 只不过它被巨大化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鸡啊 它是没什么味道的 因为它根本就还来不及产生味道 原本的鸡呢 它都会被养到90天 那养到90天的时候 就有这种土鸡的味道 你要去吃很多的草啊 各种各样的虫子啊 各种各样的粮食啊 那它就会有这种土鸡的风味 很好吃 那同样的问题啊 不是鸡的问题啊 连现在蔬果的营养 很多就不见了 那科学家研究分析说 1930年到1980年 这50年间啊 水果里面蔬菜的钙子啊 减少了19% 铁字呢 减少了22% 那也减少22% 他们就把这个效应呢 叫做吸食效应 吸食效应 也就是说 你有施肥和灌钙的方式啊 矿物质呢 维生素呢 就会下降 那现在有什么蔬菜水果 是不施肥不灌钙的呢 全部都是这样融光的方式 让它长得又大又水 所以鸡倒应该吃什么呢 鸡应该是去吃草 吃叶子 吃虫 甚至是吃青蛙 所以以前的鸡呢 啥都吃 那现在的鸡呢 它只吃玉米大豆 它就只会变胖 它不会健康 如果说你给它只吃百米 它还会得什么角气病 如果它吃了糙米 它就不会有什么角气病 所以科学家呢 也因此发现了 维生素 这个重要性 那么现在鸡它吃的是什么呢 它吃的是这种 所谓的高机能的食料 没有味道的各种穀物 所以鸡肉 它只有这种热量 但是它没有一点味道 也没有任何营养 所以现在呢 通调的方式是什么 都是让这个鸡肉变得有味道 所以你得用各种香料去泡 撒上盐 弄到最后 你才让这个鸡肉 它是有味道的 所以你根本就是在吃香料 那么现在的鸡块呢 包括炸鸡啊 它都会用到各种各样的调味料 一开始呢 它会用到一些天然的调味料 一开始它可能会用到一些天然的调味料 比如说大蒜啊 奥勒冈啊 肉桂粉啊 但是后来呢 它就直接用这种味精啊 水解酵素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添加剂啊 所谓的这种人造香料 那么说到底啊 最后发现我们吃的食物都是假的 它把它做的又很好看又很好吃 看上去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假食物 因为大家都特别爱吃嘛 对不对 那到这里呢 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说这些香料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它都是石油化工产物 或者是二次产物制造出来的 那这些食品厂呢 它只要这种一小块香料 它就可以做出几十块可不可乐出来 非常的便宜 非常的暴力啊 但如果你要去用这种香料去做 或者香草去做 你需要花一年半载的时间 你才能去从这种香草里面 去萃起这种天然的香草精 所以说之前的这种香草啊 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这些香草呢 都产生在这个马达加斯达群岛上面 那后来科学就发现 我从松树皮里面 可以萃取一个叫香草泉的结晶物 然后我就用它来合成一些水果的味道 所以像法国的这些香水都怎么来的呢 其实都是用各式各样的化合物 把它合成出来的 它的特点是什么 便宜快速方便稳定 所以就用它去期待了一些天然的香料 那又说到这味道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味道是所谓的味觉 但是味觉呢 只有五种 比如说酸甜苦咸等等 没有辣味的话 那是什么感觉 那就是一种细胞死亡的感觉 那真正厉害的就是嗅觉啊 嗅觉呢 因为食物在我们嘴巴里面 有唾液啊 压力啊 温度啊 几种作用情况下 会让这个香气的这个分子的精油 跟我们的嗅觉神经去结合 然后让我们感觉到一些香味 所以在我们去品油啊 或者品酒的时候 你把那个油啊 酒啊 放嘴巴里面 让它在里面滚动 甚至它的味道能够释放到我们的鼻孔里面 而且我们的鼻孔里面呢 有400多种嗅觉的受气 经过这400多种的排列组合 我们人类可以感知到10亿种不同的气味 所以我们人的鼻子呢 比仪器还要厉害 然后还有很多人去问特伟老师啊 那个好的橄榄油是怎么去分边的呢 各位 好的工具是什么 就你的舌头跟鼻子 你只有去喝过真正原汁原味的 新鲜的橄榄油 你就知道什么叫好的 你记住啊 这种味道是会有记忆的 所以你再去碰到不好的这种橄榄油 或者是假橄榄油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 所以假跟真的 它是有区分的 而且还很好区分 那么话说回来啊 当时啊 在60年代 科技家就知道了 原来味道啊 它是有这种分质去感知出来的 那这些科技家家就很聪明 他就去排列组合 说我去擦什么东西组合之后 我就会让人有一种香草 或者是新的感觉出现 那科技家有两种仪器可以帮他 一个叫气味分析仪 另一个叫质朴仪 用这两个你就可以分析出 原来这个香草是到底怎么来的 它的分子构成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 这个香草精呢 它大概有30种分子组成 但是没有一种 它是从香草豆里面取得来的 因为这种组合呢 就少了很多 但是香草呢 从但是没有一种 是从香草豆里面取出来的 那种提起出来的价格又贵 时间又慢又不稳定 又 所以呢 我们现在吃这种香草冰淇淋呢 香草冰干呢 香草巧克力呢 其实全部都是用这种 人工合唱的香草添加剂 去调出来的 它又便宜又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然后你感觉呢 又像真的 那谁还要去用那种天然的 真的好东西呢 所以整个香草世界 从1960年的700多种啊 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000多种了 那么香草的味道被合成之后 这个发现出现之后呢 那像这种甜醋的味道 奶油的味道 草莓的味道 包括这种很贵的松的味道 都可以被合成 橘子薄荷 任何味道都可以被分解 再重新组合 分析分析 就可以调制出来 所以各位呢 你们现在在外面喝的那些个饮料啊 橘子啊 水蜜桃啊 其实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些水果 全部都不是从这种真的水果里面弄来的 都是化学实验室里面合成出来 调出来的 全部都是假的 那各位 连高汤都是假的 为什么高汤 它也容易造假呢 因为它只要加一种叫古光甘态的东西 古光甘态这种东西 就可以把甜味咸味鲜味 结合在一起 让你的味道就感觉像真正的高汤一样 让你感觉特别的鲜美 但它就是假的 像我们之前去看过啊 央视那个舌尖量骗局这个影片 对吧 它说现在外面的火锅汤底里面有接近100种黄石成分 它的主成就是要骗你说这是真的高汤 其实啊 根本就不是高汤 因为真的高汤 要熬很久很久的时间才会有那个味道 那么现代人哪有那个时间呢 对不对 我拿这些天佳剂 兑点水 一条就有这个味道 那么这个天佳剂这个公司呢 已经是遍布全世界了 所以各位啊 你现在吃到各种各样的零食啊 像肉桂啊 苹果梨啊 它吃起来啊 有了一种味道 其实呢 全部都是合成的 不光是在零食上 连餐厅里面冷冻食品 一些仓食品里面 也全部都放这种调味料在里面了 比如说啊 一个苏打饼干 对吧 它如果没有味道 真的是超级难吃 又干又舌 但是它去加了各种各种呢 天佳剂味道之后 一个苏打饼干 又苦又涩又难吃 它瞬间可以拥有十几种不同的口味 那就不用再涂抹什么酱 它也可以很可口 很好吃了 那么现在的餐厅呢 变成什么样呢 它其实是一个食物加热的地方 味道呢 其实已经在工厂 在实验室里面调好了 那么各位看到什么这种香料啊 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迷迭香啊 肉桂啊 而且可记得是什么 这些人工调味料上面 是不是要标识叫人造香料 各位不是 你看到了现在很多这种外包装 它都标的是天然香料 那么什么叫人工呢 就是人工 人工作的一个时间叫人工 这就是欺人的地方 那么这本书呢 显示啊 就说从1918年 我们每人每年吃掉0.5磅的香料 一直到现在 205年统计出来 每人每一年吃掉3.5磅 这个香料成长了七倍 所以你看到的是 现在不管是这种香肠也好啊 还是这种玉米片也好 还有些淀粉内的这种临时加工食品 全部都有这种所谓的人工调味剂在里面 你比如说这种味精之类的 这种鲜味受气里面 它就有这种鸡干酸二辣 鸟干酸二辣 鸟飘零 或者是玉米糖浆 等等 你看到这些东西 它都是调味剂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食物的产量越来越大 但是食物啊 它的味道歧视的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没有营养 同时呢 人工调味品 它的产值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到底吃的是什么呢 人工添加料 这种人工香料加上碳酸荷物 这一切都是为何呢 其实都是我们人呢 想吃一些刺激的美味 虽然这些美味呢 是假的 但是非常刺激 而且容易上瘾 所以这种人工添加剂香料 它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它其实这种肥胖啊 三高的一个帮凶 它不是主角 但它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个帮凶 为什么 它很容易造成食物成瘾症 就是说你不吃这个东西 你就不快乐 对吧 你吃了你就会很快乐 然后他们还取到一个实验啊 就是说 这些老鼠呢 去做实验 去吃这些个天下食物 他发现说 这些老鼠 宁可被电击 也还要吃 所以它已经是成为一种上瘾的东西了 所以很多人这种肥胖啊 你不能怪它 因为它已经是被这些食物养到 不吃就不快乐的状态了 对吧 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工香料啊 可以让这些发片的视频啊 变得更诱人 一口接一口的 最好你就吃到不要停 那些公司呢 才能赚大钱 那其实这些方法 跟这个养猪养鸡啊 差不太多 为什么 我们现在让猪啊 让鸡啊 吃的是什么 都吃的是人工食料 那些人工食料呢 它会添加一些额外的东西 让这些猪啊 鸡啊 吃的更多 那这些猪呢 就会长得更大 更胖 但会产生很多 这种 慢性的健康问题 那么 说到底呢 就是让人 自动吃不停的诀窍是什么 就是好吃 能够上瘾 好 那给大家一个启示啊 就是说如果你要你珍惜你的生命的话 就远离这些所谓 又高热量 又好吃的食品 那究竟到底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真正要解决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啊 对吧 你要去吃真正的食物 远离这种科技很活 这种合成的香料 把合成的这种味道 就像是穿着光线亮丽的推销员 把大量这种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 卖给我们的大老 所以这些香料 他们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这样子了 这里面呢 还讲到一个故事啊 就是说 山羊呢 他其实没有人教过他去学过一样学 去教他去学过这种烹饪 他自己会去闻这个植物的味道 科学就发现这一些个山羊呢 有些东西吃 有些植物他就不会碰 他会吃49种不同的植物 然后去搭配组合 那么科学就发现 这些山羊就很聪明 他吃到不对的东西呢 先还是他就不会再吃了 所以这些味道对他来讲啊 对他身体啊是有记忆的 那书里面作者他又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大黄虫去找毛毛虫 他们发现说 比如说什么植物啊 被毛毛虫咬的时候 它会释放出一些成分跟味道 这些成分跟味道 就会让大黄虫知道 说现在那里就有毛毛虫在吃植物 所以他就会去找到毛毛虫 把自己的暖注入到毛毛虫身上 所以当初这些味道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是植物 它为了制保 它通过这些个物质啊 来告诉我们 动物你不要吃我 我很可怕 我有这些可怕的毒素 所以你不要来吃我 或者他会告诉我 你要来吃我 你来帮我繁衍后代 所以水果呢 它就会觉得又甜又香又好吃 但你吃了之后 那个贼儿 你消化不掉 你就为了它排掉 你就是在帮植物繁衍后代 所以植物呢 它其实也顺养了我们人类跟动物 为什么 它通过这些化学的物质啊 来控制 你来吃我 或者说你不准吃我 所以呢 从这种进化上来讲啊 动物跟植物之间 它就演化出一种回馈机制 比如说你吃了植物 觉得舒服 你就会继续 吃了不对 你就不会再去碰它了 但是 因为现在科技太发达嘛 咱们人类已经慢慢变得 就不知道是 那是怎么一回事了 其实很多东西 它也是有毒的 比如说 其实最早的氧气 就是一种有毒的物质 但是植物啊 还有动物啊 身上都有自己 产生这种所谓的抗氧化的物质 通过这种抗氧化物质 来对抗多余的氧气 因为氧气会破坏我们的染色体 跟DNA造成基因突变 但是人类就会说 这些抗氧剂 这些抗氧化剂 是不是对我们人类特别有帮助呢 所以把它单独提炼出来 然后去吃这些抗氧化剂 结果没想到 不是某些回事 有一些抗氧化剂 你吃多了 可能会致癌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还要去学习更多的智慧 所以山羊他天生就知道 他是按照他的一个排列组合 去吃49种植物 基本上就没事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东西 它搭配在一起 这个有毒 那个有毒 两个加一起 他就没毒了 那么山羊的这个智慧 其实在我们人类身上 已经快遗传了 为什么 你通过味觉 去吃到一个正确的植物 它就会让你身体变健康 那么味道说到底 它是一种信号 它也是一种标签 那代表就是说 你闻到这味道 吃进去到底 对我们身体有利 还是对我们的身体 它是一种垃圾 是一种负担 这就是植物 他要告诉你的事情 山羊吃是因为他喜欢 也是他身体需要 那么人类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呢 人类到底是这种营养的白痴 还是特别有智慧 现在的人呢 已经不知道自己 想要吃什么 或者需要什么 就是一个营养白痴 但是有科学家他就做过 他把刚生出来的这些小孩子 用各种各样的天然食物 围在他身边 让他去做选择 那这些小孩呢 会自动去选择要吃些什么 那发现他们什么都会吃一些 而不同的人呢 他会吃不同东西 可是他们吃的都很均衡 每一个小孩都长得很壮 很漂亮 然后也不会便秘呀 免疫力比较差呀 在特别长得快的时候呢 他会多吃一些蛋白痴 所以各位啊 人生下来其实是有这种本能的 可以来挑对什么食物吃 但是因为后来环境呀 对吧 人工添加剂呀 这种人造香料啊 让我们渐渐丧失了这些本能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去慢慢去恢复 我们这些生命的 来选择食物的这些本能 那么在我讲的这些东西里面呢 其实呢 书里面也讲的 他有一种东西叫例外的 就是葡萄酒 那么葡萄酒呢 作者说呢 好的葡萄酒 你会发现这个葡萄树是经过人类百般的折磨 百般的折腾之后 这个葡萄树就会分泌出很多所谓的 刺激代谢物 什么这种丹宁酸钠呀 就会让这些葡萄酒亮出来之后 会有非常棒的这个风味 那么这个呢 是无法被任何香料所替代的 所以呢 各种各样的这种香草呢 天然的这种香料啊 对我们人类啊 是特别有帮助了 像这种姜黄啊 肉桂呀 罗勒呀 黑胡椒啊 丁香啊 郁金啊 白扣啊 生姜啊 它都有这种抗发炎 抗菌 抗癌 抗精神充的效果 为啥 因为这些香料植物 它们分泌出来的东西 就是要抵抗这些外来的这种病虫害病毒细菌的 所以你吃这些香料食物 对我们人类就是有帮助 但这些东西它就是会有一些刺激性 所以你只要低尽量的去使用它 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主菜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配菜 刚好呢 它有这个香味 可以去调配这些食物 组合出不同的这种美味 像橄榄油 对吧 好的橄榄油 你去喝了 就会有这种咳嗽 特别辣的感觉 喉咙啄哨的感觉 这里面就有所谓的这种橄榄油吃一拳 这个橄榄油吃一拳 它就可以启动我们身体的抗发炎的机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 一定要吃这种新鲜的冷炸 粗炸的橄榄油 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非常多好处的 后来科学家又发现 不会发胖了人类 那他们又在吃什么呢 吃这种真正的食物 比如说地中海的饮食 他们都吃什么 如果说你吃这种非常天然的 原生态的这种好的食物 你基本是不会胖的 尤其像那种很贵的餐厅 它都用的是这种真食物 好食材 那你的食量 其实呢 它是会限制的 你吃到真正有氧东西 你就会有饱足感 你不会说是吃个不停 所以真正的饱足感是来自于这种优质的食材 跟这种有味道 有营养的食物 那么内容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内容 我们就讲它叫热量僵尸 因为你一直吃进去的就是这种添加剂 热量 根本就没有吃到身体所需的营养 造成身体认为你一直处于一种营养匮乏状态 一吃特别容易上瘾 其实之前我们去讲低碳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问 可不可以吃代糖 我们说可以吃 但是最好不吃 为啥 这些代糖它虽然不会吃血糖 但会吃饮的胰岛素 会欺骗我们的味觉 因为这些代糖它吃进来的时候有甜味 虽然它没有热量 但身体会感觉到 没有热量怎么办 它就会去增加你脂肪细胞的数量 因为要储存热量 所以各位咱们也不要去欺骗自己 这就是非常残酷 非常真实 那么想要回到这种健康的一个轨道 咱们还要去吃真正的食物 有营养的食物 我相信这种糖水的话 大家都喝不了太多 但是加了香料这种